设计划 女生很高兴 设计划 设计划 押忍 你好 坐下我的开箱宝刀子 一面有第一次开箱时期 我为什么绑在后面 对以前的天气真的是阴晴不定 刚刚上午的天气还是大太阳 然后现在就是乌雨蜜雨的那种感觉 先拆起来吧 然后光线又不一定了 现在我们的第一格 是针织开衫 对我们有点针织开衫 这种TV风的 下面搭一个百折裙 就是有那种学院风的感觉 像这种针织开衫呢 它就是版型稍微紧身的 不像我身上是宽松松的 个人是更加偏向穿宽松的 像那种紧身一点的针织开衫 我就会外面套一个西装外套 下来再拆一个盒子吧 这是我买的一些彩妆产品 首先用KISS ME的眼线笔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真的超级无敌好用 无线回购的一支眼线笔 过晕染 然后过苍蝇腿 特别好用 然后还买了一支握蝉笔 它这个握蝉笔我买的是肉色的 因为我用这种Bling Bling的握蝉笔比较多 所以我想化那种裸妆的时候 就用这种裸性色的握蝉笔 会更加自然一点 小小的一支 放大看一下 就这样的 刚刚是不是已经用断了 几乎就是接近于裸色 另外是这个叫 TANYA 这个牌子的一个纯油Y03 贩卖日落 因为秋天到了嘛 基本上就是那种 日落细色的 中色系的 东西就要开始买起来了 还挺闪的 Bling Bling的 哦我今天涂的是粉红色 我来叠涂一下 试试看 透明刷 神经正是玻璃唇的效果 这个可以用来叠涂棕色式的唇釉 什么文艺人 啊 吃完了就立刻回购 欧扎克的这个麦片 非常好吃 之前那个早餐分享 已经给你们推荐过了 这个是野兽派的 快点穿 拖骸 最近不是野兽派跟那个熊猫有那个联名吗 加拖骸 它挺挺矮的 上面有这个小熊喵 正好冬天快来了 天也凉快起来了 可以穿起来了 这样 很舒服呢 下一个快递 这个是长长的 套屋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 飙飙 好长啊我刚刚还以为是一个什么 棍子之类的 但它其实就是 法棍包 它有这么长 我天这也太长了 这比我图片上看到的还要长 我该什么长得 背它比较合适 然后它是一个夜下包 长长的这种法棍包 都适合夜下背 它还有一个选项是可以斜胯的 但是我没有买那个斜胯的脸条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这么长的包斜胯前 应该也很奇怪吧 这样子 这样子 上身不是特别的显长 挺显气的 这样手拿应该也挺好看的 就 手拿包 为什么 你的眼镜到了 那你去配吧等会 你看买的什么眼镜 银框眼镜 我来戴一下试试 我也想配这样的 还挺好看的 你看我戴 我戴挺好看的吧 你现在觉得银框的银框也很大 银框很大 银框很大 我也要重新再配一服 但我想配一服就是全黑框的 大大凸黑框的那种 有一个大盒子 月饼 公司寄来的月饼 感谢感谢 一个快递 超贵马 欧北人 这是我买的一件 针织开衫 它是这种 淑女风的那种感觉 单穿也好看 然后外面搭一件那种 就是有电视的那种西装 非常好看 也是搭那种百折裙 好想出去玩的时候穿这个 那种下午茶 跟小姐妹约会的时候穿那种 大家闺袖的感觉 这个是我买的唇油吗 是我买的 50度 灵魂伴侣 这是她的4号 这种土棕色的 它的包装还好好看 是这种的 我就不上唇了 上手 是 这种土棕色的 这个 爹我刚刚买的那支唇油 我想买那支唇油去哪 我刚买那支唇油去哪 找到了 找到了 不会吧 刚买就找不到了 在这 叠一下试试 这个唇油看不太出来 因为它这个唇又是偏透明的 是叠一点看不太出来 我涂在旁边吧 这个叠图就是有这种玻璃唇的感觉呗 上上 失败失败 这么看不清 要鞋子 我给老龟买的这种鞋子 他从来不穿板鞋 如果有人从来不穿板鞋呢 刘迅鞋不是很流行吗 今年 就买了一双 那你试一下吧 因为这种鞋子还挺好搭配的 特别他喜欢穿休闲裤的话 是一件综衣 哎呦我天 综色 然后又是那种 有点菌润的那种蓝色 它的这个板呢 就是上身是那种 短款的那种小西装 但是底下 有一个这样的长裙的感觉 但是它其实是这种脸体的 下一个筷子 这一顶帽子怎么 都拆到最后了才拆到这顶帽子 本来我还想 就是如果能早点拆到这顶帽子的话 我就可以每每戴上 然后拍完一整个视频 结果 是小香的这一款短丝绒的这种 又很像断面的一顶这种贝雷帽 我喜欢贝雷帽扁扁的就是这样戴 就戴贝雷帽千万不能这样戴 这样戴的话就特别像厨师 最后一个快递 纸袋子 手机 这样的一件芥末绿的衣服 它是前面有一个这样的抽绳的设计的 我下面配那种半身裙很好看 感觉这种芥末黄绿的这种颜色 还挺显白的上身 我来看一下还有没有快递哦 好今天的快递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